哈喽小明哥 都上来了是不是 小明哥先由因为您作为店长 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季的新进的合伙人们 好吗 小明哥卡住了 他没了 他现在要跑了 小明哥应该是在拍戏的地方 所以他的网络会稍微有点点 特别像我们这一季有机中餐厅的主题 青青大草原 有机中餐厅 那小明哥现在暂时 这边卡了 那我们要不然合伙人 我们自己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先请陶姐来 没问题 大家好 大家好 陶姐 哈喽你好 尹正老师 大家好我是尹正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丽农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若南 哈喽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回来了是不是 小明哥 一遍 什么环节 因为我正在现场呢 所以在现场的车上 所以没办法 那个信号特别好 没事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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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您是我们中餐厅的老朋友 想让您来介绍一下这几位新进的合伙人 但是刚才合伙人们一次都已经打完招呼了 小明哥 对对对 打完了 我们几位合伙人大家先来分享一下这一期录制中餐厅的感受吧 小明哥先来 嗯 谁信号不好先说吗 嗯好 这你信号好 我咋快说了 我觉得这一期特别好看 嗯 首先我们的设定就很有意思 然后有很多的呃 亲手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所以特别的特别的特别好玩 另外就是有我很好的朋友来振振啊 然后又有和我们特别既然亮丽的弄还有若南一起加入 然后我们大家的互动啊 还有大自然的景色都很美 所以我觉得这一季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嗯 真的非常好看 人也好看 景也好看啊 陶姐您录制完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刚去的时候觉得这个这个节目真的太实在了 超级累 有一些别的帮助吧 真的没有 真的就是我们几个人 反正我们合伙人一起要这个参与进行起来 从各种小事开始 这个确实是我 对我体力量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但是我觉得很快我就适应了 然后跟大家相处很愉快 现在感觉还有一阵了 感觉很久 其实也没有 对 但我们应该不死了 我觉得 但是后面景下适应了 而且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我就觉得 景很美 然后我们各自的相处又是很自在 舒服的 已经真的出生大爱的经历 然后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播出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 生活中的樱桃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的角色 就是我的第一次 明天好像过来救吗 我也很好奇 对 很好奇啊 明天我们跟陶姐一起时点守候 回来为什么我提为节目的播出 尹正老师呢 嗯 好的 哈喽 正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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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故事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想法的感受 啊 哈喽 哈喽 然后在对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就很少 哇 哇 这几个字听起来就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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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 嗯 嗯 就很开心 嗯 很开心 嗯 嗯 很 很治愈 很治愈 好 让陆南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啊 我们现在和家人也要在一起 写20年前 因为呃 我在剧组时候 能把有这样的一件能跟呃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嗯嗯对就像陶姐姐就是让我就是我的第一件让我很害的事情 就是我完全想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啊就是想要帮助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找个人了什么什么事情都只要想 然后我们刚刚杀亲的头两天 中餐厅后遗症 就是想要看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干嘛我们应该在内外我们应该在心管我们应该在接客人这种事情啊就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后遗症的一个感觉 很想 第一次听出一个症状的名字叫中餐厅后遗症啊 能不能弄呢能弄有中餐厅后遗症吗 对 中餐厅后遗症吗对我来说我的中餐厅后遗症就是 还有我们这几个合伙人一起建立的这21天 从一开始可能真的是只有泪用泪这个再去形容 但是后面你会说尹正哥每天都在说哦好不想结束 我也是特别不想结束就是虽然说你会知道明天可能又会是一个很辛苦的一天 但是你一直看到21天然后这样时光慢慢慢慢慢慢在到 我以为我只睡了三四个晚上然后突然之后时间过半了 我其实就是心有一点酸酸的然后那个时候又是晚上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现在想起来就是 满满的我会觉得很舍不得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因为我也录过几几个综艺节目 这个节目录起来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真实 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们协助的 所以百分之百的东西都是我们之间去碰出的火 节目给我们安排了一些很多小意外 我们全部都要自己去给观众最真实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节目里面大家会看到会有很多的欢笑 会有很多的可能我们在问题上面的一些 要是真正的厨房厨房是什么 就是我们之后节目里面大厨就会给大家 刚才几位其实提到了一些关键词哈 比如像真实比如像治愈比如虽然累但是非常快乐 二十一天一眨眼就过去了 在二十一天的录制的过程中各位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们可以分享一件最有趣的和一件觉得最困难的事情 好不好 好 先从 好的 好的 我觉得 我自己一想到的就是觉得好笑的就是什么 是有一个二人组和三人组 就是我跟若南还有郑波 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在笑什么很前 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俩到底在干嘛 他们就是很可爱让我们看着彼此的脸 我们就开起疯狂的大厨 我们就开启狂的大厨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大 中大厨 对 我们的这样的复健的 然后就像那的恍一乐 不分别的好玩 那个正 我的水捞绎啊 是 - 北京这几天凉快,但前几天还是很热。 - 今天很热啊,今天。 - 北京这几天凉快。 - 我先说一下,我们现在在上面咯。 - 我们在了。 - 是吗? - 你怎么看得到,我怎么看得到,我怎么看得到。 - 欢迎回来,刚才稍微调试了。 - 不知道有没有稍微顺畅一点。 - 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 然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正在目前观看的就是 - 湖南卫视青春合伙人经营体验节目中餐厅第六季的,我们的开播之前的一个云剪彩仪式的直播。 - 然后现在正在线上跟我们直播连线的就是这一季中餐厅的五位合伙人。 - 然后五位合伙人刚才给我们聊了一下这一季录制的一些感受。 - 包括小明哥和浓诺也分享了一些自己在节目录制过程当中有趣的和困难的事情。 - 那接下来请陶姐给我们分享一下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或者觉得比较困难的事情,在这一季21天的录制过程当中。 - 这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难的问题。 - 就是这整个这一段的经历其实它是个完整的。 - 从一开始的我是可能尤为的不适应吧。 - 就是因为我确实是第一次,然后就是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 然后到后面就已经忘记那些镜头的存在。 - 就是我们几个人每天上班,然后下班。 - 然后如果下班还有点时间没有那么多。 - 我们会一起唱歌,在一起聊一家。 - 在一起玩,然后我们都会去扎他的虫子。 - 蝴蝶,这种漂亮的。 - 然后教我们怎么才能看到银河戏。 - 就很多这些美好的回忆。 - 对。 - 然后就是我带了好多高跟鞋,我觉得自己特别纯。 - 本来我住的房间就很小,高跟鞋大概带了半个屋。 - 但其实意识上也用不上。 - 对。 - 有很多第一次对我来讲第一次的经历吧,感受吧,还蛮难忘的。 - 所以您最困难的事情,不会是没有办法合理分配这些高跟鞋的摆放处吧? - 我最困难的,没有什么困难。我觉得我们五个人在一起挺无敌的,和我们大厨在一起。 - 我们还好,我们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挺无敌的。 - 五个人齐心合力可以战胜所有的困难。 - 对。 - 好嘞,尹正老师,有没有比较好玩的趣事或者比较困难的事情遇到过的? -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陶姐说得特别对。 - 然后因为我们在整个录制过程当中到最后我们录完的时候,我的PD有问过,我说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 我说没有。 - 因为我也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和平,有爱,而且互相尊重。 - 所以这是真的,因为没有人带假面具或者怎么样。 - 而且整个下来你会发现可能每个人我自己也会犯小的错误,但是这些小的错误在大家凝聚力面前就什么都不是了。 - 这个瞬间就会被好掉,然后就中间然后.. - 然后撞到了对。 - 对。我们我们PCHL off,然后我们很wish。 - 然后我们很wish。 - 赚了多少? - 透露一下,想听一下。 - 这个是慢点。 - 这个不方便提前透露。 好嘞 那我们就守着节目看吧 若南 在录制过程当中 有没有比较好玩的事情 或者比较困难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玩的事情 说实话 每一天都还能好 然后我觉得 对于若南 是我们 大家一起 在晚上在 复宿的地方 开心情的时候 就像他这张说 正教了我们一个看 怎么样 我们看到明和的方法 然后我们当时 用那个方式方法 然后 开眼睛看到 明和真的正教 如果第一次看到 漂亮的 然后 困难的事情 可能 我觉得 真的好像没有困难的事情 一定要让我说 很困难 但是我们一开始 那个 的事情很 不会吧 然后 然后 水果不自由 然后我就记得很 真的有一天我就是 好像 小明哥 我真的很想吃香蕉 可以吃下动物 在市场上买到东西 我就特别 像就是 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哥 是我们的店长 所以我就只能找他 好像小明哥 我很想吃香蕉 小明哥 就早买香蕉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有其他的没有 我的经营起来 但是大家都还 就是 挺 挺 顺务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中文件 我现在是 因为很难 我记忆力 差不多忘记 我自个感觉还挺 还挺挺好 哇 小明哥还是很照顾大家的哈 好嘞 那这一期的中餐厅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开的是一家亲子餐厅 然后对于这个带 和小朋友打交道 各位有没有在这21天的过程当中 总结一些什么秘诀呀 或者是 跟小朋友打交道过程当中 遇到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还是从小明哥先开始 让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第一 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专门做这个 给亲子餐厅 做面点的做面点吃的 让他做的那些好吃的点心 都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 孩子们也不别喜欢吃和喜欢学习 然后他们可以自己动手给 给爸爸妈妈做吃的 我觉得是非常可爱有感动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 你发了什么问题 就是和小朋友打交道有没有什么秘诀 哦 秘诀 秘诀 我们今天播出的大喜日子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所有的困难先克服 明天就可以顺利的播出了 对 好 已经回来了 那我们继续来聊啊 刚才就是有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想问小明哥 您把您孩子的玩具都带到了中餐厅 那您儿子不生气吗 我当然是买新的了 我怎么可能虎口夺牙呢 我肯定不虎夺牙 对啊 那可不就是吗 他喜欢的东西我当然想 同款啊 但是那些个东西真的蛮好玩的 我们在那个 对大人小朋友都玩的不亦乐乎的 对 哇 特别期待到底是哪些好玩的玩具 到时候各种同款就出来了 嗯 陶姐有没有什么秘诀 我好像一直跟小朋友都还挺能 挺能融洽相处的大部分的时候 因为拍戏也常常会跟小朋友一起演戏啊什么的 有很小的 然后三四岁的七八岁的什么 好像我还可以 但我觉得就是 通常我会不会把他当个小朋友 我就像就是正常的说话 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 就是平等对话 我觉得他立马会 好像变得更讲道理一些 那如果遇到那种特别皮的小姑娘 我可能会让自己的气质比较像老师 因为我觉得孩子可能对老师 会有天然的一种敬畏性 可能稍稍能够先 管住他一点点 嗯 就是以更加平等的身份跟他去说话 对我就我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不会把他当小孩 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非常厉害 其实什么都懂 很聪明 嗯 但是我听到 嗯 你那种啊爸爸你怎样 他有时候看着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最像傻子 我觉得其实人家什么都懂 嗯 但是我听到过特别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 呃 男生可能会多一点 就对小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说 你给我挑重点说 你把逻辑捋清楚再说 就他他会他会更多的 以这种成年的思维跟小朋友去沟通 但是您更多的是 站在小朋友的立场上面再去跟他说话 这也是一个秘诀 也不是 我觉得他能够 我觉得我智商跟他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平等对话好 对 嗯 陶姐的意思是说 把小朋友当成朋友一样聊天 其实有时候会是我很多的意外和惊喜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有时候我跟我儿子说话 就跟哥们一样 就比较不太像爸爸训练儿子那样子 我觉得呃 不好 无聊 更多的时候要站在他的角度 跟他聊天 把他当成一个大人 你会发现他会说出很多很有意思 很特别的语言 是你都想象不到的 孩子的想象力是非常厉害的 对 哇 这些经验来自于平时的这个和自己孩子的相处 也来自于我们这一季亲子餐厅的中餐厅 对 孩子会有很多的京剧出来 嗯 嗯 嗯 郑哥呢 啊 我觉得小明哥跟陶姐都说的特别对 然后 然后 真的 偷懒事发言啊 就是 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我没有 我真的觉得他们说的很对 然后其实 尊重很重要 那秘诀的话 其实我不是特别会跟孩子打交道 因为我觉得我脸很臭 有时候就孩子会不喜欢我 然后 所以我就会去挑选 就是比如说 如果一个孩子他他的眼神他就是没有很抵触你 我才会去主动接近 那这个也是一种尊重 人家都已经本能的很不喜欢你了 你还非要去接近 你就自讨没去嘛 但如果遇到了有缘人 在家 孩子 当做孩子 你只是他年长子而已 然后 他就不懂 他就成了一样跟他去交流 还不敢 说出两句话 你不会从小时候的脸说的 有 有 还好 还好 总之就是 任何 以中国为前提之下的交流 大家就会 说不出很多 没错 看来跟小朋友交流是这样的方式 和思维 那若男的话 我肯定就不担心了 毕竟 你以前有学过相关的专业 是不是 有没有学义之肉 太久了 但这一次 太好 有一些 对 我觉得小明哥 陶姐跟郑哥 说的都非常对 偷懒啊 中餐厅家族的这个 遗传 是不是 不是 若男 这是我们家族文化 若男说 我 我还是个宝宝呢 对不对 若男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对 我还是个孩子呢 对啊 没有没有 就是 还挺好 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们都 很礼貌 然后我觉得都还是很有趣的 没有给我们制造什么大难题 好像哥哥姐姐们好像没有吧 没有 没有 都很乖 没有 都很乖 好嘞 刚刚采访完一位女宝宝 这里还有一位男宝宝 浓浓 浓浓 你有喝 所以浓浓浓浓你的开场白事 你的开场白事 你的开场白事 我的开场白事就是 哥哥姐姐们说的都对 你们跟我学真的是 没有啦 其实在中餐厅的小朋友们 他们真的都很乖 而且都很听话 根本 基本上就不存在于问题的小朋友 完全没有 就一整个上课的过程啊 或者说带领他们的过程 教学的过程都很顺利 然后我之前也有过相关的一些经验 所以其实在中餐厅带小朋友 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每次自己都可以动手 做 动 动手 做手 动 他们每一次 都可以自己动手 动手 不会说啦 他们每一次都可以自己动手做 一些点心 给他们的爸爸妈妈吃很好 而且他们乖的地方是他们竟然 还给我们吃 他们做完之后 给我们吃就很可爱 哦 我越听越 越听越晕了 因为平常都是咱们做饭给客人吃 好像这一季开始客人也给咱们自己做了是吗 我跟你讲客人不只会给我们做饭吃 他们有时候还会帮我们收碗 自助中餐厅 对 他们很客气 然后我们就要一直不停地拒绝他们说 你们做就好了 你们做就好了 他们真的很热心 好嘞 那既然是中餐厅嘛 还是以这个做饭和美食为主 各位在本季有没有各自负责的菜品之类的 嗯 菜品是可以直接说的吗 嗯 是可以的 可以的话 那我先把所有菜单全部讲一次哦 大家听好哦 我们每个人就说一个吧 小明哥 这季负责的菜品是 我们就挑一个 其实这季我基本上还是让大家做饭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之前好几季都已经做过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做饭多一些 那我最后做了一个蜜汁鸡腿饭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孩子们还是蛮喜欢这种甜甜的口味的 然后我跟郑郑一起做 对 然后郑郑你做了啥 我回去给我儿子也做了 我做了鸡翅 对 我回去给我儿子也做了 特别好吃 嗯 哇 小明哥做的是蜜汁鸡腿饭 然后郑哥做的是这个鸡翅是吗 密制鸡翅 密制鸡翅 对 很好吃 很好吃 都是鸡嘛 对 鸡的全家被我们做完了 对对 陶姐呢 然后我们 对而且小明哥做的那个密制鸡腿饭 它下面垫的还是蛋炒饭 所以就是 是幸福值很满 很很爆炸的一碗饭 就是蛋炒饭上盖盖鸡腿排的那个感觉 哇 而且那汤汁很浓郁 现在说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就像犯罪一样 真的好难受 我真的饿了 太过分了 你真的 哎呀好难受 一会儿点点小龙虾吃 陶姐您做的这个菜品有哪些 我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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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我来说 我来说 陶姐 是这样的 陶姐 她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牛番茄牛尾汤 那个非常棒 好喝 就是很好喝 很鲜美 很有很有营养 哇 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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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身体从小开始 对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健康 但是很感谢他们 因为那个 其实我们在山上买 买食材是非常费劲的 然后我之前就说我想做这个 然后一直买不到牛尾 然后店长 还有我的小伙伴们大厨 他们最后终于把我找到了牛尾 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嗯 那若南和农农 你们俩呢 我 我做了一个芹菜炒牛肉 谁好吃 卖很多钱 谁好吃 张妈妈的芹菜炒牛肉 张妈妈的芹菜炒牛肉 谁好吃 要不第一次 张妈妈的芹菜炒牛肉 因为这个吃起来非常的家常很下饭 很容易听成骂人的话 千万要收拳了 超级 超级 因为南南的那个菜本来就是一上来之后我们就要吃员工餐嘛 还在就是我们资源很汇滑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结果就是瞬间是不够吃 然后后面就是直接被提到了菜单里面 嗯 对 是的 就是也是有一个研发的过程是吧 不需要那个 没有其实南南很厉害 他会做很多菜 对 他会做很多菜 什么鱼啊什么他都会做 嗯他挺厉害 别看他小小年纪 嗯 做饭有天分 龙龙呢 有没有什么菜品给你做的 主要是前前期的时候给大家炒一个那个家乡味吧 就是台湾的那种沙茶 然后炒肉炒各种肉这样子 嗯 然后中期的话做一点做一点那个青食啊 然后帮大厨打他下手这样 你做了什么青食啊 就是那个菜嘛 那个算是包菜吗 还是什么菜 那是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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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农 农农 农农我觉得你的那个摊位比较厉害 是什么摊位就不说了 你的那个摊位比较 那个挑战很大 你说你玩具摊对不对 不是 是你自己在外面被呛到半死的那个 忙到半死的那个摊 这些内容就得废负了 就得付费了 废负了 哎呀 哎呀 说说都不会话了 哎呦 说都不会话了 话都不会话了 我都不会话了 急的我呀 可怕大家提前知道正片内容啊 哎呀 那到红衣封了的时候 那其实刚才大家有聊到了一些菜 比如像这个芹菜炒牛肉啊 然后包括像这个鸡翅啊 其实都比较偏向于家常菜 那目前呢 我们也在这个微博上面有一个话题叫做让你想家的家常菜正在发酵 然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网友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和征集过程当中过程里面 那在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会提前征集了一些朋友在网上对于各位的提问 然后这里呢 我们选一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一起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好的 哎 这位网友叫做元气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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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本季中餐厅当中的担当分别是什么 开始回答吗 对我们这个小明哥应该很明了了吧 应该就是店长 有没有其他的身份 有有有有有有 我这店长也不是固定死的 偶尔也是让出来给别人的 哇哦 那如果让您觉得您是什么担当的话您是什么担当 我是跑腿担当 我是属于自己的担当 哪里不足我能冲向哪里的那种 哇就是一块非常有用的砖 对 哪里需要哪里搬 对对对对 这等会儿 等会儿这话里话外就是我们有漏洞呗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啊 你不要在这这个什么 跑腿 哈哈哈 小事 网传中餐厅六家族出现裂痕 哈哈哈 好啊小明哥就是店长加这个跑腿担当 陶姐呢 我觉得好像我们除了小明确是他他责任最大了啊 也最辛苦我们几个好像都经常互换吧 好像每个职位都有都有去尝试嗯 都有去去那个体验对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担当 好另外另外另外三位老师 我们就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我我还忘误我才是 我不是我不是我没说你我说陶姐 啊可以可以当然 你这听到哪 这卡到你那里了吗 陶姐当然对吓我一跳 哎呦给我吓得 那郑哥你觉得呢 郑哥若南河浓浓 我觉得陶姐是门面担当 因为真的 你们各自是什么呢 陶姐的门面担当咱都看得到 你们各自是什么 我 我是 我 我是 你是搞笑担当 你是 你是有 不不不哥你是憋笑担当 我觉得每次他的憋笑真的会让我笑死 憋笑担当 我是 我是 我是莫名其妙担当吗 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的会莫名其妙 就 就会笑 你是多少有点担当 好嘞 看来各自也没什么东西 多少有点 大家看出来这就是真直播 哈哈 哈哈 好那接下来就是到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呃我们今天明天晚上中餐厅就要播出了嘛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为我们这一季中餐厅的开业和开播来做一个剪彩的仪式好不好 好 好 请各位准备一下我们这个剪彩的需要用来的设备 哇 我们明晚开播 我们都刷在弹幕里面 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的一个云剪彩的设备 非常地激动人性的 你和你一会还在开戏吗 对啊 对啊 中餐厅第六季的播出时间呢 是从明天晚上开始每周五晚的十点 请大家如实的守候湖南卫视和芒果TV 我们已经在线了哦 好的那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已经在线了 我们准备 但是我们有出镜吗 有我们正出镜着 所以主持人是需要我们自己Q剪彩吗 应该等一下吧 那正常你来Q吧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好可怜啊 一直都都都都都哎 那我们来吧来 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打开 好的 我们已经打开了 你试着 我又打开了 就是你 我多听话呀 你看我多听话的一个人呐 吴南卫视芒果TV 好我们吴南卫视芒果TV 真浓中餐厅 啥来着 有机中餐厅 有机中餐厅 有去中国味 有去中国味 来吧 你喊123吧 明天就开始播了对不对 明天就开始播了 明天就开始播了 好 来 开业大吉 我剪子呢 小辉哥的剪子呢 一二三 开业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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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心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这个味道的话题 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然后我们的节目呢 也会在明天晚上10点准时的上线 给大家带来这一季 有机中国味不一样的 亲子餐厅的中餐厅的内容 那最后呢 呃 我们一起啊 在弹幕当中可以发这个明晚中餐厅 我们开播 然后 拜拜了 哦大家还在是吗 哦大家还在呀 拜拜了 我以为大家走了 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合伙人 明晚中餐厅见 中餐厅见 中餐厅见 拜拜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辛苦了 辛苦主持人 拜拜 小星的小星的 好